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咱们继续暗黑破坏山2 高清版的召唤死灵流程 今天开始攻略噩梦第三章了 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打吧 第三章的迷宫地图不是很友好 我们先在黑暗流浪者这里 把小弟的问题解决 有些伙伴提到故隐兵的问题 这是普通的瞄准光环 对骷髅的输出提升也是不错的 因为之前那次我录的普清版的用的是力量光环 所以说这次就换了 队伍先搞起来 看看这个金怪给不给 给了一只小人 又一个头饰 回程去 教一下任务 看一下这个头饰 石榴拳抗 这个抗寒 我这个感觉有用一点 但这个给德鲁伊留着吧 万一以后再起个德鲁伊号呢 把一只小人的任务交了 起码有点血拿 马上之后再去找下一个任务 黄金鸟 任务结束 这等于要能无限刷就好了 长了20点血上线 在蜘蛛洞穴中找到眼球 出发 好 来到蜘蛛洞穴 那有一个 就是圣雷吗 圣雷光环 这种容易带技能的装备 咱们就捡 非常有可能 卖出高价 因为有一些装备 我还是需要靠买的 在那儿在那儿 看见了 黄金爆香 需要绕个路啊 这么远 也就是说 咱们进门的时候就走错方向了 我还要再绕 从这边走 咱们现在的骷髅加满了 正在考虑加 这些复活的生物 哦 互相诅咒 好 一个黄金的石像鬼之手 是谁啊 我这么一顿炸都不挂 哦 还是个小boss 行了吧 眼圈拿走 回程 教任务辨识一下 诶 阿玛斯穿的衣服也太接近 地面的颜色了 看一下啊 我的天 什么技能也没给我带啊 这个 过分了吧 我现在还带着 带着第一张的 普通第一张的盾呢 接着搞 好 好了 那下一样组件了 是吧 看一下 薄皮地窖 出发 哦 在这儿找到了第二个人物的线索 第二个人物就关系到一个黄金戒指 这是天黑了吗 在哪儿出现啊 在这儿啊 在身后 出现了出现了 先捡着吧 先捡着吧 我们下地窖先 一会儿一起交任务 任务品在薄皮地窖的三层 但是三层这个图其实是有一点难跑的 咱们先要找到这个宝箱在哪儿 我不应该复活这些迷恒娃娃 因为和对面长得太像了 我有点分不清啊 好 长战斗弓一个 这个以后练亚马逊可能会用到 我又没有拿到 我再练亚马逊 只要等你26 5到31 这 伤害 稍差点 好吧 差的挺多 因为26级了 已经开始打 普通的第五张了应该 但是至少是個暗金裝備 剛剛玩這款遊戲的時候真的很迷信於暗金裝備 就覺得暗金才是最好的 至少屬性多呀 瓷寶石 瓷寶石應該撿著 我沒找到那個黃金寶箱 看看左邊有沒有吧 左邊這個角落應該在這 有這個怪在這 青圓盾沒有啊 好的大腦先走 那咱們回去交任務 青圓盾 嗯 因為青圓盾有的時候有技能 賣錢 下一波就去商場了 我剝皮森林這個圖 我跑了15分鐘 好了他又給了我一個換 我的天 真垃圾 真垃圾啊 三生命十法力等級二重能大 TMF 全抗十五的福 他怎麼可能給我這麼垃圾的玩意兒 他怎麼可能給我這麼垃圾的玩意兒 可真是三個屬性啊 我有沒有不要的東西啊 看一下 算了這個 素材再攢吧 這幾個賣掉 這幾個賣掉 然後咱們去商場了 還行 除了感覺剝皮地窖 剝皮森林跑起來難一點呢 其他屠還可以 多出來 喇俬 ounce 擔心 奈枫 李 是 拜託 失敗 高 仇歡迎 我可能要路过庞大师弟 好的 来到商场的门口了 没想到很顺利 没有跑庞大师弟 看来庞大师弟呢 是和 蜘蛛三连 交织在一起了 这样我没有跑那边 感觉还算顺利吧 来到下层 就感觉我这个游戏 虽然任务咱们还没做上一半 但是感觉本关过去一大半 咱们要去商场 对吧 所以这个下层没什么大用 咱们冲过去吧 那练级的环节呢 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呀 至于练级打装备呢 我就自己来了 不过理论上 噩梦的第三章 已经可以开始 爆出一些很好的装备了 对吧 至少是日用品级别的 看门在哪啊 实战开甲 很可惜呀 这帮家伙都给我抱好东西 身上还没什么按金呢 好 在这里 来到商场了 商场可以进下层道了 另外可以去找仪物了 仪物这个是随机的 让每个我恐怕都要进一下 希望咱们不要找到最后一个 他才给我来个真的 涉及到五个属性点 还有加雪上线 这些任务都要做 至少小战让我踩了吧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咱们进去看一眼吧 我宁愿走这种随机的 我也不愿意走 什么蜘蛛森林 薄皮森林 这种家伙叫不醒 好像就是这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就是这里 这把符恩之弓 这把符恩之弓 应该比我之前捡的那把安静弓要好 真是这 nice 回去交一下 还是一起交吧 任务一起交 先把这个传送站踩 然后把 在那已经可以进下层道了 这一家会传送 这 传送也不接了 站点在哪啊 在这 不能白来啊 下水道 不知道从这进行不行啊 因为有的你要跑很远 才能看见二层 进了吧 因为普通的我就是从商场进的没到上层去 这样没走几步就是了 但是这个难度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这啊 是 我之前 被这个蝙蝠秒过 冷酷之盾 哎呀我的天 都可以出这么好的玩意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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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这个 我是不是下了 啊 我绕了一圈没找到楼梯 多强下大的敌人咱们都不怕啊 就怕迷路 心脏 好了 回去交一圈任务 交易一下 我的天 这个没带技能 202 这都是3万的 戒指什么呢 我都是捡起来的 我这个看起来 就是4抗 加个5抗火 身上15万 这把符文弓 伤害22到54 你看比内强多了 但是我好像没什么地方放了 这把弓5到31了 才不要了 虽然是个暗镜装备 但是攻击力实在是太拉胯了 行了咱们 交完这个任务了 去打一圆了 好快到一圆了 一圆之前我要注意复活几个小弟了 这些复活的怪呢 缺点主要就是 有时长限制 三分钟 也不是侦探人对吧 就三分钟 然后呢 你还不能跑得太快 你跑得太快 他们就走丢了 走走走不要和敌人纠缠 你看 我应该先去把点踩了 你看 又丢了好多 到了啊 我们下他们几个吧 我们下他们几个吧 有点分不太清谁是谁了啊 你们自求多福 你们自求多福 顺手给小弟加了个血 我差点挂了 场面过于混乱 哦 练家找出来了 谁谁谁是敌人 我是谁我在哪 哎呀都捡不起来了 把这个重要的玩意捡走 哦 噢 虚魔挂了 你们谁在 虚魔出来让个地方啊 我看不见谁在往里出去 咱们能不能冲进来啊 冲进来冲进来 里边有狠怪吗 有一个 恶魔之手 这只手谁也摸不到了 合成 哦 要开门了 出发 好 来到三层 老莫就在这层啊 哦 下边没人 冲进去 哦 看人家的光环 这里要注意 王体叫人了 好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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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德顿 黄金的 好吧 上了 对吧 回复一下 石魔 老莫老莫 好石魔 哦 下边这两个法师是我的啊 也是我的 九头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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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他烧他 还有火墙 技能很丰富嘛 上面的法师开始打我的天元的小弟了 没关系 咱们有好多人啊 老莫估计给我报不了什么好东西 只要一个军帽 然后再给我报个猪如盾 完事儿 也就这样 好不容易 看见点爱琴 是他的灵魂之石 一颗舒尔 这个小箱子还是要翻一翻 哦 一到十把闪电伤害 加一防御 长弓符文剑 蛾德顿 索王面具可以剪 这边这个小怪也清掉吧 太令我失望了 简直了 一个暗金没有 有一个 他的灵魂石是暗金色 这个辨识一下 万一是好东西呢 免耳兵没有啊 那好吧 本期呢 咱们把老莫打了 没给我出什么好东西 回头我会多找他算账的 那本期给大家录制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